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妹妹在思考 我要坐在她的怀里 给她更多的雄生建议 直到有一天 双鞋进入既往的走向双鞋 给她来一个爱的爸爸 双鞋却犹豫了 并在内心OS 姐姐对不起 我觉得我应该成熟一点 姐姐这双鞋含泪匆匆走开 这一幕当双鞋深受打击 并在内心决定要给双鞋来一个志堪教育 呃 于是 话不就不对了 同时16级也有一对亲生的姐妹 雅筑雅韵 雅筑雅韵本来就是双胞胎借重的楷模 彼此之间常用亲切的握手 表示尊敬 用甜蜜的亲吻交流感情 有同样的爱好和同样的口味 然而有一天 雅筑当着雅韵的面出了一个丑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于是 她开始对自己亲生妹妹雅韵不断下手 气到用口 她尖尖地以为只要把雅韵打到失忆 自己的黑历史就能够被抹去 呃 只能说太天真 呃 呃 这个时候福射福兰勇敢地站了出来 拉克说亲切的居然不能一番封锁的呀 我们的风台标是不得被整个活哦 其实想出之道就一句话 只要你死每一孔 一切尽在你当我 哈哈 这期的节目就在胖大们的相爱相杀中结束了 其实滚滚滚们之间还是情比情间的 偶尔的小大小的都是他们的生活情趣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的趋势要分享的呢 平常去等你哦 摸摸呆 七一走红自我膨胀 马骑过养伤母甲 七月妈妈开始了教训模式 给七一来了一个太山家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